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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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失体五间总结 外围做好带动港股价后高开223点 开曝21,158点 大微升后随即回落及倒跌 跌幅不断扩大 失手20,800 上日低位20,7171点 低建20,764点 恒指中跌125点 收报20,809点 国子更加跌223点 跌幅达到2.4% 中午收报90,77点 港股游升转跌 主要是受到内银股和内险股拖累 公刊和农刊破底分别见过4.3.5%和2.9% 中午跌1.6%和2% 建刊和中刊跌2%和1.5% 泰保跌近半成 而平保、国寿、新华保险和财险跌2%至3.7% 至于豪島股就逆市反弹 金沙升超过半成 银鱼获得主席蕾志和增持300万股 股价升超过3% 澳波、永利升超过1% 美高媒就微跌 内地媒体背道 招商局集团和中国外运长航集团 重组整合已成为丁局 中外运大升6% 而中外运航运、东方海外 招商局升超过2%至4% 大连港升0.4% 焦点股方面 体育用品股今日做好 其中安踏升超过8% 而中国自要投资 早前中止向中车配股 令股价过去3个交易日 已经累跌近88% 今日股价再跌超过6% 而今日白例大幅度高开 股份开始是7.74% 升11% 其后升幅大幅收窄 中午升3% 成交回约股份方面 重帮股普遍向下 腾讯下跌0.08% 报127.3% 而有帮中午是无升跌 报41.5% 收视之后有3分钟视频 再见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